健保的保護負擔的條件方案 五月十五的開始時期 包括藥品 萬新病藥單 和嚴格激進的費用都會去 健保數是以國 有一千一百七十七萬人的負擔 會增加 一家會批評說 這條件方案對一家 登記用藥的萬新病患者 是增加不足的負擔 一個月要七八處 我要腦很兇 已經七十塊 關到優質公零路問題 每個月都要登記 火箭拿油的這個阿伯 一直說健保保護負擔來調整 對它的影響很大 反而未來醫療技術的增加不足 為老人家影響很大 現在景氣又沒有很好 還是有某方面的幫助了 至少我們不是全額 健保保護負擔調整方案 五月十五開始正式來生效 未來以外加減量減減 加急診 保護負擔都會增加 急診費用起最多是 親情到大朋友的急診看比 如果是減少分類在四夕到五夕 會對五百五十塊提款到八百塊 另外萬聖別有簽會 原本是一百塊以下免費 一百塊以上最多是兩百塊 甚至的接收二十百 庫域民意以後中心 最多是三百塊 基準經濟維持最多是兩百塊 英國第禮拜開始 不用部分負擔 另外文進的減減費 原本是免費 以後中心的接收二十百 最多是四百塊 基準經濟也增加十百 最多是一百塊 身上有多重慢性病 他要多次就醫 其實對民眾來講是負擔是很大的 不過身材要賣款兩項 基準醫所的減量減減免免費 給五百塊提款到一千塊 有品價減量減免 對五十塊提款到一百塊 英國人數庫望對一千三百十八萬人 下降到九百八十一萬人 重大傷病或是有一些政府已經有補助的話 他們是免部分負擔 憲部署高級 這部條件 台幼市百分之五十一 點二的民眾會受到影響 依存台灣人口來推算 這就是一千一百七十七萬人 酒業負擔的增加 每天台幼市多四個 一年可以一支 憲部台幼市九十九億 記者綜合布德